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没有中国队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来看一下放松心情来看一下SR联赛国交请赛第三赛季的比赛 那么现在没有了中国队的揪心我们现在只能把希望机遇到大三兵上了 对不对这个曾经为中国队效力过的大三兵以及大牧师 承载着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希望 来看一下A组的败主组决赛 那么迷你司机对战SG的比赛BO3第一场比赛 那么这一轮比赛获胜者将会晋级到淘汰战阶段 那么失败了的一方的话就是可以去找中国再喝茶了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迷你司机前两手扳掉的是神妞和老虎 然后SG前两手扳掉的小鹿跟剧毒 还是对迷你司机这边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小鹿这英雄确实在三兵手里面也是打的非常的灵动 三兵表示不要奶我 没事没事 三兵奶不死的 看一看这个迷你司机拿的前两手是巫妖和土猫 土猫这个英雄虽然说在东南亚的战队手里面 一直打的都是相当相当的亮眼 但是迷你司机似乎是个例外 因为迷你司机他们这个战队四号位是JBZ 他的四号位我印象中最深的英雄是屠夫 并不是这个图毛 看看这场比赛 迷你司机在第一场拿出了前两场拿出四五号位以后呢 看看一会准备给这个金神杏拿什么英雄 第三手班人SG非常果断的搬掉了蜘蛛 迷你司机可能搬掉了一个莉娜 看看这场比赛迷你司机在 迷你司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2比0 非常轻松愉快的都打掉了BG 几乎在体力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消耗 等于做了个热身 等于做一个热身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第四手班掉双头龙 看SG的第四手班人 从迷你司机之前的比赛来看的话 他绝活也是有点多 这样比赛如果按照现在SG阵容来看的话 由于第三手英雄是这个迷你司机先选 所以我感觉给三兵拿兵龙的可能性不太大 看看迷你司机在第三手的一个选人 而且现在迷你司机的阵容 这哥俩输出不太够 这两个酱油 三号位要补一个有一定输出能力的 这两个酱油的辅助能力都很强 团战的时候的这个乌妖的输出 如果能够找到很好的机会和位置的话 他的一个大招确实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技能 但是呢 也是输出条件有一点点苛刻 看看第三手也是想了很长时间 JBC的第三手拿人 会不会选择去 应该还是先给三大兵拿英雄 但是现在他们有点 我估计可能有点基于对方的这个蝙蝠 在BP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受制 虽然说在开始的时候 咱们也是调侃了一下中国队啊 但是确实这个 这一次SLR连赛中国队的这个表现 没得洗 讲道理没得洗 还真拿冰 还真的拿冰龙 我在想他就会不会给三大兵去打冰龙 这个点 因为现在的这个SG这前两手英雄 不管是这个冰 不管是蝙蝠还是野魔 拿冰龙出来的话 都有一些他的作用 所以中国队都回家了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变相的也是一个好事 那么为什么比较开心呢 也是因为这一次打击来得很及时 因为这个等于是TI7结束以后 第一个minor级别的比赛 所以中国队如果这个时候 开始能够去真正的去反省自身 去提高自己的实力的话 还来得及 因为距离TI8还有足足将近一年的时间 时间上真的是来得及 只是只是希望吧 只是希望中国队这个真的是能够 能够去破而后利 但是 大部分的时候感觉都是破关的破摔 希望能够破而后利吧 这个毕竟作为一个中国的解说 如果谁说我是麦狗贼 对吧 我不希望中国到的好 那就是想瞎了心了 我一年说一千多场比赛的人 如果我不希望中国到的好这个是不存在的 而中国到的这一次的比赛真的表现的实在是太差了 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去洗的地方 SG在第三手拿出了一个AA AAAA这个英雄拿出来的话 迷你司机这么早就就是在第四手掏出了一个敌法师 因为现在敌法师这个英雄是在第五手班人最常见的一个英雄 就如果因为两边现在一般都会把这个大哥或者中单留一手 然后呢 敌法师这个英雄又因为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 就是敌法师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职业比赛的胜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因为一般在整体的阵容和节奏队友的支援都比较到位 敌法师这个英雄的强势期到来以后呢 又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切入和这个找后排的一个能力 而在劣势局的时候敌法师拥有一个非常不错带线牵制的一个作用 所以敌法师这个英雄在职业比赛当中 他的一个登场呢 效果往后比较好 而且现在整体敌法师的一个出装自从有了大晕垂这个道具以后 敌法师也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单杀能力 这样的话等于边向的加强了敌法师的一个后期对于对方大哥位的一个威胁 SG的第四手 对方拿敌法师的话 克制 现在敌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没有特别明显克制他的英雄 你只能继续方语拿个杜姆之类的英雄去克制的 SG这边是掏出来自己的绝活了 SG的三大绝活之一 电狗 这个三大绝活之一的电狗 看看在面对迷你司机的时候能不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效果 SG这个战队在面对Liquid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没有拿自己的三大绝活英雄 一杠都没拿出来打中国队都是用的 最后一手迷你司机扳掉的是一个亚龙 SG他们的电狗普遍还是放在这个边路去打的 我印象中好像SG在打中国队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打VG吧 打VG的那个猴王大圣 打大圣的时候拿过一场电狗 效果也是相当好 哪三大绝活 SG的三大绝活就是电狗大屁股还有 还有一个猴子吧我记得好像是 最后一手现在SG差的是一手中单或者是一个一号位 走边路的但应该是给他们的中单选手去选的这么一个英雄 迷你司机在最后一手扳掉亚龙以后呢 现在SG这个阵容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AOEAOE现在十分的溃把 这应该也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扳掉蜘蛛的这个英雄 最后一手SG选择拿出的是一个龙旗去打中单 最后一手迷你司机现在差的是一个中单位用手 拿出来的是一个火猫 那个火猫就打龙旗 火猫打龙旗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线选择 木屋也就是娜娜她的一个中单火猫 牧师的一个敌法师 三大兵的冰龙 JBZ的土猫和忍者的一个巫妖 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疑问 SG这边是4DR4DR的一个龙旗 那么中单龙旗 1号位的电狗 有个人说拿蓝猫蓝猫不行 蓝猫跟这个敌法师抢资源 因为这场比赛三大兵的冰龙是要资源的 他不是一个就是那种纯辅助项的三号位 他的三号位要资源 然后你的敌法师也有资源 如果你再拿一个蓝猫出来的话 这个资源真的不够吃 加油比赛迷你司机的这个节奏是 一个土猫的单节奏点 然后团战应该主要依赖的 就是在中期的节奏点是在火猫身上 火猫和三大兵承担起来这个节奏点 好 我们来见到游戏当中 来看下这样比赛双方的一个时辆踏会 甲伯特跟对方这里po装物了 这里装物了 插了一颗真眼 插了一圈 然后等一下 他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眼 对方绕了一圈发现没有人 那么也就是意识到你肯定是在这边 那么走过来做一颗真眼 这个真眼能不能给对方那个真眼吃掉 没来得及 有点亏 这个有点可惜 但是对方在这就临时做了一颗假眼 叫做土猫滚走 这个眼总月还是给你封住了 你虽然用真眼反掉了我的真眼 但是无非就是大家各花一百块钱 各各花掉一百块钱 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这两天北京降温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其实这种就是出击一个真眼去封野 然后这个真眼被对方反掉 但是假眼没掉的话 等于是没有损失的 因为现在真眼什么都不给 反掉对方的真眼等于是一个零收益 不像反掉假眼 你还能把这个真眼的成本也回收回来 对吧 而且还可以浪费掉对方一个假眼的CD 感谢咱们观众 罗斯利美媒赠送的红领巾 我那个去颠赠送的饭团红领巾和空城 业绩月明赠送的阳光图罩 大家说哪边阵容好一些 这场比赛双方的阵容 毛提一下没卡住 滚过来接着卡 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这场比赛双方的阵容的话 我觉得迷你司机的阵容好发挥一点 因为他们这场比赛 敌把师这个点 如果前期不被对方 就是中期不被对方的这个 蝙蝠针对的太惨的话 不被蝙蝠和这个夜魔针对的太惨的话 这个敌把师一旦出道分身复日的 还是比较好过 这里上路是电狗加土猫 加上乌妖的跟对方 电狗加上这个 AA加上夜魔 跟对方敌法加土猫 加这个乌妖的一个钢三 中路龙旗跟这个火猫是刚了一波 但是其实前期这个火猫 跟龙旗对刚刚不过的 火猫的这个火盾 只能是在对方龙旗 吹完第一勾火以后 然后开出来 否则的话 对方一下子 把那个火盾给扩掉了 二级的火盾就好很多 二级火喷不掉火盾 那么这个就可以随时开 开完了冲上的耗血就行 只不过PA怎么不能出臂章 可以出臂章啊 只不过作用不大而已 为什么不能出臂章 也要分版本啊 技能都改的呀 以前版本的那个PA的技能 跟现在也不一样啊 以前的布林格是过去有伤害 现在的布林格过去以后是加攻速 这个 再加上现在节奏的一个变化 还有对于这个整体节奏 出装的一个变化 你看你出这个 屁章不好水 这个滚过来以后 撞到的是个夜魔 这个不太好 撞过来夜魔他意义不大 这个位置巫妖还是撞到了 好像还是撞到这个草莓上了 不过伤害也不是很高 现在这个草莓等级病 只有一击 伤害只有一百点 看一下这里找AA 这个击杀的 也就不知道选择就对了 一刀 漂亮 牧师得拿到一个一血 躲开对方的 这个横端之足 那么这个草莓也是 没有能够去打出自己的效果 不过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跟电狗刚三啊 不太容易打出优势来 这场比赛只不过电狗 吃亏吃在什么地方 吃在这个跟自己刚三的英雄 配合自己的英雄 不是特别厉害 如果配合他的英雄 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技能的话 这个就很好杀了 就是我的电狗在你的脚底下 埋一个闪光游魂 然后呢 紧接着一个控制打上去 这个控制只需要在1.5秒以上就可以了 1.5秒以上的一个控制 控住了以后 这个草莓种出来 直接撞脸 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把对方堆死的 进期赛事安排可以去哪找到全面一点的 进期赛事安排你可以去我的网站上 DOTA 2 S1这点看 去我的网站上看就行了 下边有一个帖子里面 有进不光是进期 是所有这个到TI8之前 所有minor级别和minor级别比赛的一个赛程表都有 然后每一个大型比赛开始之前我都会提前发预告 现在中路的这个补刀火猫是拿到了31-5的一个正反补 这个龙骑打火猫正不吃这么多亏 我还是是头一回见你别说 你要说反补吃亏 这个属于是双方在反补的这个欲望上面的一个差距 但是正不吃这么多亏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且还不是说双方等级很高的时候 这个对线的对线的一个基本功确实是有差距 这里夜魔过来反掉这个眼以后 现在双方的一个人头数还是只停留在1-0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前期还是都比较慎重 但是你这么慎重好像mini司机更开心啊 mini司机这个阵容怎么看都比你能刷啊 就算你电狗这个点是你的绝活 你这个绝活点 这个绝活能够比别人对方更能刷一点 但是你其他的点 如果就按照这场比赛现在的这个发育节奏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乐观 这波拉爷也是被敌法师属中的骚扰 电狗由于前期的一个刚三等级非常的低 现在乱流只有一级 没有这个乱流的一个骚扰的话 自己队友的这个寒冲之组也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控制 谁不过来没中 JPC的这个土猫章比赛 在他进攻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防守的一个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并不是他滚的不准 确实对方也是有意的在躲他 三大兵的这个冰龙加点方式 也是丧心病狂的去一二技能对脸 六级都不带加大的 这种加点方式配一个灵魂之界的话 确实谁跟他对线谁都是一头包 包括这个蝙蝠 蝙蝠这边就是你会飞我也会飞 你伤害你伤害你耗血能力还没我强 你敢往上走的话 你只要跟他贴近兵线 敢往上走 我直接一个碎裂冲击过去以后就给你减速 然后甚至我可以直接定在原地跟你对纲 你都不一定能刚得过这个冰龙 这个是冰龙这个英雄在前期比较变态的一点 就这种加点方式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因为他跟蝙蝠对线加冰箱也没什么用 所以干脆就不加 龙骑在中路呢是变龙往后来推广塔 现在正步已经追上来了 经济方面目前龙骑是全场第一 第二是火猫第三是敌把师第四是冰龙 电狗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五位 这里飞起来以后开始给猪哥滚过来 准备踢一脚石头 这个水泪中极打上去以后一脚石头踢上来 但是对方这个夜魔撑出来掩护了一波 冰龙由于现在是满级的一个飞 满级的这个严肯灼烧 然后没有选择去加大招 所以定步人 这个位置上路对于对方电狗的一波动手 火猫带队过来的一波动手也是非常成功 现在电狗的这个 就是闪光游魂这个技能 由于没有了净化的效果 所以现在他对于对方火猫的这个火盾 也是没办法驱散 又是一个罪列冲击 这波三大兵又是疯了一样的 去吐一波对方的这个蝙蝠 但是吐不死 他还想再追一下 看看对方会不会撞兵线去 对方这个时候没有选择撞兵线 没撞兵线的话那就杀不掉了 这三大兵的冰龙 已经是拿出了自己的香味鞋 香味鞋加上一个魂戒 大魔板 这个蝙蝠现在上线 就要直接被这个冰龙给喷成 喷回家去 三大兵也是成为了 本场比赛最大的喷子 咱们这个阿冷红梯 这个观众你不要刷屏好吧 你带节奏也好 这个喷中国队也罢 这个无所谓 反正大家装看不见就完了 但你这个刷屏就稍微有点过分了 适当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咱们大家不要去 也不要喷那种人 不要就喷着 那实在是一会儿 再继续刷屏的话 我就稍微给他进一下研究了 咱们喜欢哪儿都是你的个人自由 这个别人管不着 但是不要刷屏干扰别人聊天 龙骑这波利用自己身上的隐身符 也是跑过来秀了一波 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动作没什么意义啊 你只是为了拿这个隐身符 过来去秀对方一下吗 好像对这个冰龙有想法还是 还是有想法 这个冰龙 但是冰龙手里有大呀 冰龙看到了对方一个加速的蝙蝠 这个蝙蝠加速拉一头 给上沉没 给上沉没以后了 放不出来技能 再被晕一下一口火 漂亮 乌妖这里甩一个大招 对方这个夜魔跟队友的走位 还是非常到位 他给竹子 他给竹子也不行 能给多少竹子 看你给多少 好吧 好 敌法师现在的经济呢 基本上这场比赛是一个无解肥 目前 11分半已经是有了 将近4,900的一个经济 这边也打完4,900多 将近5,000 那么自己的这个 狂战斧呢其实也是 只是可待 基本上15分钟差不多就做好了 这里过去 先把坚忍球买出来还是 因为坚忍球这个东西本身也加10点攻击力 所以对于你打野 而且最关键点 有了这个道具以后 它可以提供这个回篮 让敌法师可以非常舒服的利用七家腿 几乎实现一个 全程的一个续航 所以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同时这个也就是 控到对方家里一个赏金神符 自己家里的两个赏金神符 目前还没有人吃 SG的这个夜魔在12分钟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到达6级 下路这一波主动进攻 看下蝙蝠跳刀第一波 结果被灯蛙给捆了 蝙蝠这个大招 再加上冰龙一个大招 把你所有想要击杀的一个念想 全部给你毁掉 这波蝙蝠肯定是死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死之间呢 再给自己上下一个 寒冲护甲 拖一点时间 但是你蝙蝠的跳刀 第一波等于是暴露了 而且没有拿到什么太好的效果 只不说三大兵表示 大家都是龙对吧 大家都是龙 咱们两个来拼一下 龙骑这个地方 来得理他 看一下这个 敌法师一脚石头 踢过来 看一下这个电狗 又是被对方针对了一下 一个大招上来 土猫又是一个大招 吴林哥过来 再一刀 牧师这个人头 也是拿得非常的坚决 能够拿到对方大哥位的经济 拿人头的一个经济 是对于几帮位大哥来说 最大最大最大的提升 这场比赛 绝火电狗 已经是被压的 只有3300块钱 尽管现在这场比赛 其实大家看一下 人头数只有3比2 迷你司机只领先了一个人头 但是大哥位的经济 现在已经完全拉开了 这个冰龙 这个大家都会飞 AA的大招也飞过来了 AA的大招 谁让大招砸过来 砸壮漂亮 那这波冰龙终于是被带走了 SG的这波进攻 还是比较的成功 那个击杀掉了一个 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冰龙 但是仍然没有挡住 对方两个大哥的一个发育 敌法师现在距离 自己的这个狂战斧 我也是马上能做出来 15分钟一点问题都没有 火猫的经济呢 现在是一个飞鞋 然后直接去准备做雷锤 这波是看到了电狗的一个幻象 180块 nice 大叔不是说过打网怪 一定要欣赏他先招小怪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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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选手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 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执行力 对吧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像这场比赛 这个敌法师 他确实打这个小怪打得不快 敌法师这过来 轻掉的 抓掉对方的一个蝙蝠 直接秒杀 敌法师又拿了一个人头 牧师这样比赛在这个K人头方面表现的 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表现 完全没有浪费掉任何一次能够去拿到这个人头的机会 这个是作为一个大哥位 如果你能够抢得到这个人头 不需要自己的队友让的话 是最好的 特别是当你的酱油位 对吧 你站在你身边的辅助位 是ROTK 是这个国师无双这些人的时候 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抢这个人头的 18分钟能狂战吗 这场比赛明显是一个15分钟狂战的敌法呀 为什么要说18分钟啊 这场比赛你看敌法师的这个经济发育速度 就绝对是一个15分钟狂战的一个敌法师 18分钟狂战的是路人水 蝙蝠这波跳拉 拉住这个冰龙 冰龙这个位置 冰龙没有去选择开任何的技能 因为没什么卵用了 等自己的队友过来收割就可以了 蝙蝠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死 火猫的下一个捆的CD快到了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支援到位 而己方目前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三个人 敌法师是在上 这样比赛这个敌法师是打算直接去出林肯了 直接出林肯 夹队狂战 然后直接做林肯 防对方蝙蝠的这个跳拉 以及龙骑的这个神龙白尾 他做A杖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A杖和这个 就是A杖和林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还是在于这个回蓝 回蓝上面的一个区别 这场比赛如果单纯从技能的效果来说的话 敌法师并不会比对方的这个 他的A杖效果并不比林肯要差 大叔大叔 DOT2官网13号出新的公告了 什么新的公告啊 DOT2官网13号出新的公告 敌法师在上楼这里被晕一下 给上一些沉没 伤害够不够现在是个问题 好像不够 土猫这里滚过来以后一脚石头踢了两个人 敌法师先往后撤一下 这拨选择是卖了 这拨选择是卖了 因为没办法 现在能够赶过来的只有这个土猫自己一个人 其他的没有一个队友能够救的下来 在这里踢一脚石头 还有一秒钟可以滚 但是夜魔从旁边绕过来是直接给了一个虚空带走了 尼尼斯基PSG龙骑变身不打 现在没有必要啊 现在你变身我也打得过 骗龙骑变身不打 那个一般是在上高地的时候干的事情 这些火猫捆一下 这波蝙蝠又是直接被冰龙吐死 三大兵的装备选择还是很稳健 选择是做了一个点金手 哪来这个操作失误被我发现了 操作失误被我发现了 这个TC被捆出来呀 冰龙出BKB风脸或者雷锤 有合适吗 雷锤可以啊 BKB也可以啊 风脸还是算 因为冰龙他靠的不是这个攻速 他在变起 就是飞起来以后 其实他真正冰龙的输出质变装是A杖 因为A杖以后严寒灼烧的这个技能 他的这个被动叠加 不会只叠加一次 他会叠 他这个 不会只有一层 他会变成一个叠加的效果 他变成叠加的效果 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掉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个就是冰龙这个英雄 在拿到A杖以后的一个效果 当比赛 电狗在拿到自己的A杖以后呢 这个经济提升的速度呢 仍然是没有提起来 不过现在确实 利用自己的一个大招分身 也是在不断的带线给这个迷你司机 去添加一些干扰 冰龙怎么打物理 出一杖啊 出一杖就行了 有一个A杖就够了 其他的装备无所谓 有一个A杖就行了 跟那兵这里给一个冰箱 抬一走 看下这里另外被龙旗兵住 被龙旗定了一走 这里一个大招给一下 这里敌发师过来开始切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待会给大家回看 都是看一下 咱们先接着看这波龙旗 龙旗这波T1还是很难跑得掉 被对方一全身在围剿 这里牧师过来 一个大直接秒的龙旗 漂亮主要比赛 给大家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我们都知道被冰箱大了以后 这个人是不能掉血的对吧 但是他会掉蓝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看这个龙旗啊 看这个龙旗 这个龙旗被大招定住以后 你看敌发师砍的 他没掉血 但是他会掉蓝 他不承受伤害 但是会受到这个攻击特效的影响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 可能是我咕噜寡闻了 但是这个确实我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事情 我刚才看到他被大招大住以后 我还在想 我说这个敌发师砍的会不会掉蓝 所以没想到还真的掉 下路这个蝙蝠被抓住以后呢 AA这个地方也被找到 迷你司机这场比赛 又是把SG给摁着打了 开始 敌发师 有敌发师的一方 在敌发师只有一个狂战 现在作为一个比较靠谱的装备的情况下 就已经可以把你SG这种摁着打的时候啊 你SG这场比赛也就弹不上能够翻盘了 有的时候确实在DOTA2里面很多的这个判定 如果你不去仔细你不去尝试一下的话 你单凭经验有的还真不好说 这里天尾扫描了一下这个圣坛处 扫到对方的人 这里一个TC 看到对方的冰火捆住以后直接飞走 SG的这一波上路过来去找人也是失败 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这个SG翻盘的希望不大了 已经 反正起码到目前来看 我现在是看不到这个SG的翻盘点 可以过来找到夜魔 夜魔这位是直接被定路的 一个大又是牧师 牧师这场比赛这个人头拿的真的是没毛病 我觉得这场比赛别的选手就是迷你司机其他的选手 在这个发挥上面都多少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但是牧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零失误 他把自己所有有条件能够拿得到的人头全部都拿到了 这个作为一个大哥位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发挥了 这个车 虎猫这里找石头加一个碎雷冲击 那么这波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冰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是有放大的想法的 但是对方并没有人过来支援 这个位置非常有趣 对 巫妖这个大招甩出来以后冰龙的一个大招过来 但是这个伤害啊打的一般 诶 巫妖的这个大招还在弹 十下弹满了其实当时 虽然弹了几下小兵但是这个十下弹满了 不过里边有一半都是在这个冰龙大招的时间弹的 这样的话人多数来到12比8 被对方追回来了两个人头被打了一波零荒二 龙骑现在的经济是12400 还是比这个火猫要肥一点 而且电狗的经济现在追上来了很多 已经来到了8000 快要追上三大兵的冰龙了 蝙蝠这场比赛针对三兵也是必要的 因为他不针对三兵的话自己谁都不敢拉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蝙蝠把任何一个英雄拉到龙骑和这个电狗的 这个输出的范围以内 冰龙随便甩他 冰龙随便一个大招甩到你脸上 不管甩到你的蝙蝠脸上 还甩到你其他人脸上 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冰龙大招罩住 然后就等死就可以了 而且三大兵这个家伙在打比赛的时候很跳 所以是比较容易吸引对方的仇恨 这波开悟的进攻位置 这里是一个龙骑 这个龙骑 哎 灵坛挡掉 吐了一口两口 这里开始追着A 开启BKB开一个圣坛 这个地方又是出现了一个回看的一个模型bug 但是无所谓 这个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是留住了 又是留住了自己 这个BKB的第一波是直接被对方给毁了 又是牧师的一个大K到这个人头 哎 你这个牧师老是能 能用大招K到龙骑的人头 真是有水平 我跟你讲 哎 龙骑这个英雄这么脑残的一个英雄 你就五百多的蓝 两千多的血 你老能用大招K到这样一个人的人头 有点水平 电狗的这个幻象直接被切掉180块 牧师这也是美滋滋啊 这个拿各种人头 各种幻象 可以进到这个磁场里边 这里一个TC捆一手 这个电狗将比在没有给他任何发挥的一个机会 这里队友 哎 没有队友过来接了一下吗 哎 这都不管吗 牧师 就是不管 就是让你吃这个乱流的伤害 冰箱把第一个扛这个防御塔攻击的冰子给冻上 这样的话可以让他无伤的去扛一段时间的防御塔 下路高地的高地塔被拆掉以后呢 迷你司机还是比较稳健的选择撤退 这个好像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风格 这个要是换成东南亚战队 或者换成那个老毛子战队的话 肯定就直接拆了 他们不会选择撤退的 你肯定是直接会选择去拆你这个 进战兵或选择兵的 我这么大优势 我都骑到你的脸上就打了 你都不敢回事还手 那我肯定是要拆你高地的 但是迷你司机这个战队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有三兵和有牧师的队伍的一个特点 这两个家伙毕竟是在中国打的 当时之前比赛 中国队对于比赛局势的一个分析 还是偏保守和偏稳健 他们也是继承了这个优势 这迷法师自己一个人 看见对方的这个A 这个地方应该有大 但不想放 过来去切对方的这个电狗 电狗这个地方开磁场 你还给拉进磁场里头来 生怕迷法师打不死 一个电狗 一个大直接秒杀 一个不定个开溜 一张TV亮起来 能走掉了 对方追到了 这里土毛赶过来以后 也是掩护一下 这样迷法师自己一个人 EV4 EV4杀了俩 EV3吧 EV3的情况下 杀了两个人 装备方面 下辆装备是林肯加A帐 然后比赛 牧师又玩起来了 这张比赛玩一玩到无所谓 因为这张比赛 现在优势太大了 优势现在已经是对方 就是你浪一件装备 浪一件5000块钱的装备 对面也翻不回来 你现在是做把羊 对面都翻不回来 这个局势 所以在现在选择 做一把A帐的话 就更翻不回来了 而且A帐这个道具 本身这样的比赛 也是相当好用 对方的很多技能 直接会被他这个A帐给挡掉 而且A帐跟林肯 这两个东西不冲过 并不会说像以前的一些游戏 就说你同时有 这个两个抵挡的一个效果 结果一个技能 把俩都破了 这个是不会的 林肯加A帐 狂战分身斧 这样比赛 敌法师在证明 由于对方的这个阵容 电狗这个家伙 他虽然是个敏捷性 但是他的质力成长很高 所以他的蓝量很多 这样的话 等于他在被砍光蓝的时候 如果他只剩一半 左右的血的话 一个大爷就秒了 对方师是把这个队友出的灵团吧 这个是 猫出了一个灵团 套到了这个敌法师身上 在敌法师身上是两个灵 很一个A仗 这里凭准备撤了 我看真身 不打了 先出来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龙骑这个地方跳进来以后 直接被肉身拍出来一个晕 开一个磁场 肉山盾给你 我回来再打第二波 这个肉山盾 半天没人减 敌法师这个时候没有抢到 还是被对方的龙骑拿到 但是这一波正面团战 这个冰龙的输出 有点挡不住啊 冰龙这波输出完了以后 这个龙骑的肉山盾还没有交 龙骑的三盾交出来以后 自己没有BKB 起身也就是一个肉身 这个跳刀手速可爱情 但是问题是 对面有个会飞的呀 晕一下对方的这个冰龙 想回头来拼一下 敌法师一个大招 这波没有能够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敌法师这波没有拿到人头 并不是因为他没有K到 而是因为他想提前 把这个叔叔打出来 尽快地杀掉这个龙骑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对手快死了 老宝要被对方这个龙骑拼死一个 如果他玩一下方技能 敌法师在拿到这个A帐灵肯 以后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一个冰眼 然后比赛 因为他确实发现 对方这个阵容并不需要 他有很高的输出 他只需要按照正常的 出一些半肉的装备 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效果 打得足够好了 什么时候继续去跟对方 这个幻想造舰 一百八十块钱不要也罢 回来先把这个高地给拖 你把这拆了一辈子 被火猫最后过来一刀给砍了 远充兵也被火猫给收了 这场比赛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里A帐的效果被反弹 反弹回去身上还有一个林肯 这个地方火猫 火猫火猫火猫 火猫感觉是有一点危险 这里林肯被破掉以后 敌法师在追对方的蝙蝠 好像没什么意思 正面战场这里边不是过来 想拉人 但是没有找到目标 火猫这个地方再给上一个T 自己身上有大雷锤 敌法师开一个分身 往前稍微顶一下 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上路圣坛来恢复一下 迷你司机这一波回去恢复一下的话呢 再过来推一波你的中路高地 SGT本就走远了 这一波冲上去后直接就可以结果比大了 应该以没有特别多的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这里一波开悟 当着对面的一个假眼开了一波悟 但是其实他们这个开不开悟都无所谓 敌法师现在只要火猫给他掏一个林肯 然后直接敌法师只要闭上去 找一个自己看着最不顺眼的人 直接A他就可以了 甭管A的是谁 反正只要A他就可以了 看着谁不顺眼就可以弄死谁 现在手机是 这里两个A战和林肯都被破掉 但是他现在自己身上还有个离开 看看这波火猫 一个几圈巫妖的一个大招甩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三兵绝对是故意的我跟你说 他绝对是看到自己的队友 这个巫妖的大招甩出去以后 感觉这个大招太漂亮了 他要抢风头果断一个大招把对面全都弄得免疫伤害了 这是绝对是故意的 那么这样的SB打出这场比赛 米尼斯基也是赢得非常轻松 太愉快 基本上没有收到什么准备结束的比赛 那么这样的恭喜米尼斯基在双方第一场比赛当中是先下一程 那稍微休息一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没有什么值得去总结的 实力差距太明显了 这就如同现在的中国刀的跟国外刀的差距一样明显了 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做到这里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咱们下场比赛见